We about to go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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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his we can go b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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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tur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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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bout to go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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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the whole room spin spin 桃園領航員為了迎接 Plus League新賽季 球迷引頸期盼的 專屬啦啦隊首度亮相 以空服員播報方式 搭配總經理陳信安 演出開場橋段 介紹球隊年度口號Rising起來 象徵著破曉曙光 也藉此宣誓全隊敘事待發 瞄準總冠軍 今年我們的口號叫做Rising 起來 飛起來 跑起來 跳起來 重點是 我們比賽的時候要贏起來 我們準備要從桃園出發 我們要把冠軍勝利 留在我們桃園 阿堯 比了一下三分線外出手力到短了 領航員年度新口號Rising 來自施敬堯上個賽季 在季後在絕殺失手 落寞起身的畫面 施敬堯上季入選年度第一隊 成為聯盟看板球星 但球隊獨冠失利 如今新賽季即將展開 不只要揮別失意的過去 更期待自己能再度進化 帶領球隊重新啟航 今年就是要在進攻上面 就是要多變化 因為畢竟現在美隊的老外越來越高 然後讓自己的進攻的手段 可能要再多一點 然後今年的個人目標就是 今年大家就說叫我去爭取NDP 這個目標是一定要去爭取 所以我一定會去拚看看這個獎項 跟上季相比 施敬堯多了幾分沈穩與自信 並且喊話球隊已經準備好了 畢竟上個賽季開打前 球隊臨時更換總教練 下半季又遇到傷兵潮 與洋將提前離台 一連串不利的因素接踵而至 但球隊還是在季後賽 跟夢想家力拼到最後一刻 今年領航員記取教訓 早早就找來執照經驗豐富的 籃球博士鄭志龍擔任總教練 將打造聯盟最快速 最有看頭的球風 也充分展現出領航員準備展翅高飛 自在翱翔的企圖心 球賽其實快呢 觀眾也會很喜歡 那速度本來就是 普圓籃球隊原來的一個特點 那其實這個三個月的訓練效果 感覺上是還不錯 不過講球快的話呢 一個這個最大的風險就是失誤 那你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幾個月 在要求球員在球場上的專注度 也這個提得非常多 龍哥的強度 訓練強度真的蠻強 就是讓我們就是在場上 就是無時無刻就是跑起來 球風快速 加我們的外線的準度 然後去迎接今年的比賽 星球季其他五隊為了鞏固禁區 找來的大快頭羊將 身高都超過210公分 甚至還有230公分的德古拉 跟226公分的星巴等巨塔 但領航員卻反其道而行 不跟你比高 要跟你比快 三位羊將中身高最高的 是203公分的羅賓森 小羊將吉倫更只有183公分 儘管平均高度居於劣勢 教練和球員們卻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他們打算以快至高 讓對手疲於奔命 他最好放在他的圈子上 因為這會很棒 雖然他們比我高 我只能跑給他們做耶 我想有那個高個舞的隊伍 應該輪到他們來擔心吧 我們不怕高 他們可能會怕怪 新賽季領航員準備刮起旋風 為了徹底展現快、狠、準的球風 不管任何位置都要跑起來 是鄭志龍教練新賽季 對於球員的要求 隊長陳冠權也以身作則 瘦身有成 體重從原本將近130公斤 減掉10公斤 減重後體態更輕盈 也能讓自己擁有更強的機動性 能完全融入團隊的快速球風 有去找我們那個營養師 配合就是飲食啊 然後還有龍哥訓練上的東西 雙管齊下 現在我現在 我上次量大概118 對 然後瘦蠻多啦 就是我覺得飲食上面 真的還蠻重要的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累 然後跑動也可以比較快 碰碰陳冠權消風後 皮脂下降 肌肉量提升 不只強壯更具速度 在場上跑起來打 跟各隊大洋將對抗 更符合球隊的快速球風 儘管在禁區少了護國神Q戴維斯 但領航員為了爭冠 不盡了黃鴻翰與陳玉瑞 也從蒲緣拉上了SBL新人王盧俊祥 以及吳家俊 施岩宗等級戰力好手 本土陣容全面升級 目標就是要打出不一樣的球風 一個人上了場 都能夠把100%的力量都拿出來 希望在48分鐘之內 可以持續的給對手 在防守上 在進攻上很多的壓力 我們有一群很有天分的球員 特別是他們很努力 很有拼鬥的精神 我相信我們今年會有很好的成績 這一批心血中 黃鴻翰曾在熱身菜 攪出大三圓的數據 此外 SBL上季新人王盧俊祥 三場熱身菜平均得分 高達20.3分 是施錦堯之外 另一把本土的進攻歷刃 但他認為唯有增強防守 才能在職業賽場上站穩腳步 爭取更多上場機會 就是自己的防守 就是跟進攻是 確實是有一些落差 那自己一直在提升防守 也是自己的目標 那如果今年有機會都要洋將的話 我就努力的去守 看有什麼缺點 然後可以去領埔 或是去挑戰 桃園領航員 本季力圖打造全台最快球隊 不管在本土還是洋將 希望全員跑起來 藉由速度增加得分效率 雖然在熱身賽中 團隊平均得分只有86.3分 在六隊中墊底 但這是以全本土陣容應戰的結果 等到賽季正式開打 三位洋將正式加入後 會產生什麼樣的化學效應 是否真能以速度戰拖垮對手 真能Rising起來 就讓球迷拭目以待吧